新学期的开始 轮回国秀与处备的规划游戏 从交通安全 危险丁关联加之外当中 让一年小朋友一边和一边赏 当时也用橙子 芹菜 挂在门的两边 代表聪明与罗里学习的意义 让小孩走过去接受大家嬷嬷的祝福 和香港赏赠给每一位学生 还有小孩不用拐头习惯 快乐迎接国秀的生活 这年有话来的加油声音 像我们在轮回国秀 虽然小孩刚才一年急 但是音乐不实在已经等身朋友 好让台北安排一连传出别的桂冠游戏 就是希望让小孩可以更快适应 好好地困境 那今天我们特别办理的迎新的活动 所以主要是让一年级的新生 能够适应环境 认识环境 那能够及早在他的一个学习生活上面 有很好的一个开始的部分 那我们准备了五个关卡 包括那个大手先小手安全起步走 还有一个孩子生活的一个学习上面 希望孩子在这过程里面 能够有更快乐的一个学习 那希望能够国家孩子在未来的六年 有不一样的生活跟表现 过关活动 除了自己的交通安全 还有设计用变速的关卡 来教孩子的卫生变速的关系 所以朋友刚才能够适应 要安排等级的活动 但表情应该习惯改掉 让孩子都感觉很处 今天的活动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喔 那你觉得这关吗 你要改掉什么样的话习惯呢 我要改掉 3000的话疑乱 感觉轮贝国小的游戏很好 我的校长和老师都很好 感觉轮贝国小是对我最好的学校 那你是确实要怎样加油呢 我想要很努力的加油在可以考试100分 好玩又特别安排的葱仔和芹菜 代表从民航拍拨打车的意义 让小孩走过去才想摸摸的很好 校长也请祖宗送给母子委学生 鼓励应不用打车的习惯 都玩的活动也给家长很困难 我是觉得说对小朋友来说呢 从幼儿园然后慢慢的到小学阶段 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适应期 那小朋友在这个适应期当中 借由伦北国小他们一开始的这个床观活动 让孩子慢慢的跨越这个阶段 然后我一下子就没有办法适应了 下次改端新的开始 用这种处美国意义的体验 不只让孩子可以冠近是他们新环境 也让他们快乐他们吃高兴的生活 接着拍出一张报道